如果你特别喜欢OB位的话 那么后续你可能要转战练习其他角色了 因为当下的版本里传统OB位都被降为打击了 第一个被打击的是击球手 蓄力到最大力度所需要的时间从1.5秒增加至2.5秒 提到了1秒 同时板球击退监管者的距离减少10% 这可以说是双重打击 蓄力时间变长的同时 击退距离还变短 这也就意味着击球手的OB成本变得更高 容错率更加的低 因此直接跌落神坛 第二个就是最强OB前锋 撞飞监管者后 最短眩晕时间从2.5秒降低至2秒 直接削弱了0.5秒 别小看这0.5秒 前锋拉球撞击后醒过来也要至少1秒 根据拉球的距离变长 那么监管眩晕时间越短 营救队友的时间也相对变短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所幸的是 前锋的高收益依然足以抵消这0.5秒的时间差 目前作为最强的两个OB位 击球手因为这次大销直接消失在秋赛季 取而代之地变成了黑妹和勘探 而前锋则依然是唯一的OB位首选 只要球拉得足够长 那么这0.5秒其实没有任何影响 并且前锋的牵制能力比任何一个OB位都要强 因此实力依然非常的坚挺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还有哪个OB位比前锋更好用吗